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临床上怀疑一个脑柱中的病人 这个时候因为在几星期 临床医生一般首先会叫你去做一个CT检查 因为CT检查对脑柱血争断非常敏感 马上就知道了 但是做了CT检查 他没有脑柱血 但是病人他有脑柱中的表现 他有偏大的症状 这个时候医生就会叫你去处 持共诊检查 因为持共诊检查 他对脑梗蛇 他是非常敏感的 他对半小时之后的急性脑梗蛇 他都能够做出明确的证断 但是CT检查 他对脑梗蛇的早期证断是有限的 在24小时的脑梗蛇 他CT他都可能显示不出来 所以说照了CT没有问题 他会叫你来做持共诊检查 还有比如说一个外伤病人 照了片 照了CT 一个他没有骨折 所以说他有骨折 他也要来做持共诊检查 他主要是因为对一些肌腱 忍带 肌肉的损伤 CT或评片 他都是不能显示的 这个时候他就要来做持共诊检查 了解他的人带 肌腱是否有损伤 有时候 肌腱 是否柱 处权 我来自伤检查 这种东西 派人 可怜 对 我去 宝贝 座 说 我来自伤检查 一些 我来自伤检查